祝贺李春江三加三的冠军阵容重磅出炉 三名本土的球员外加上了三大外援 可以说让上海队咸鱼帮身了 陆丰跟杨明祖教练接下来都要感觉到麻烦大了 为何会这么说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参观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 现在的上海队那真的是该偷换脸 真的是把原本的一支鱼囊战队 完成了逆袭 完成了大转变 成为了现在的四杯超强将队 毕竟在李春江的率领之下 现在的上海队来到了四杯排名的第三位 本个赛季真的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要去争夺四杯的总冠军 那么李春江无论怎么说 都是作为过去广东红远队的七冠王的冠军教头 他在球场上的用人布置跟战术的安排 都是非常的有益手 李春江主教练呢 他现在还来到了被称之为四杯的土豪战队 毕竟呢提到上海队的资金颂厚 那真的是出了名的 上海队呢 本个赛季啊 引进了三名超强的外援 可以说呢 在用人安排在资金花费方面呢 真的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只要说能够遇到非常出色的球员就敢于呢 花重金把对方给挖过来 给引入进来 帮助球队去冲击比赛的冠军 特别是本个赛季当中引进的王哲林 大家都知道啊 王哲林他的转会费以及呢 签约费啊 可以说呢 基本上接近了一个亿的 八千万这样的一个费用呢 对上海队来说 都是眼睛都不眨一下 直接把王哲林给转入了进来 不论是转会费也好 还有签约费也好 都是给出了非常豪气的一个价码了 所以说呢 上海队也难怪说 被称之为四杯的土豪战队 所以呢 也使得目前的上海队 在对仗宁波战队呢 这一支四杯的新战队的时候 豪取了三十四分的大胜了 本场比赛打下来呢 那真的是 上海队呢 作为四杯现在的强队 对仗这支年轻的新战队 那真的是毫不客气啊 三十多分的分叉 让对手没有任何仿超的余地 也没有任何仿超的机会跟希望了 其中呢 整个过程当中呢 上海队现在呢 王哲林是形成了 三加三的冠军阵容 到底是哪三名本土 跟哪三名大外援呢 相信广大的球迷跟庄家朋友们呢 一定非常的了解 那么提到三名本土的球员呢 那就是首先第一位 作为内线的天才 王哲林 王哲林呢 在本个赛季当中 来到了上海队 如同呢 充满了活力的超级魔兽一棒 他在球场上的得分能力跟防守 都是非常有益手的 另外再加上了可兰白克 可兰白克呢 以往是作为新疆队的核心主力嘛 那么他现在呢 作为上海队的主要得分手 他也是王权爆发了出来 接着呢 还有郭浩文 郭浩文呢 在球场上呢 只能说用一个字来形容 猛 毕竟呢 郭浩文呢 他真的是 王王全权把整个人 拖出去去打的 他真的是敢于突破 敢于上篮 敢于得分的 郭浩文他的这种拼劲呢 那真的是 你无论说 把他放在四杯的赛场 还有说 放在囊狼队伍的赛场 他都是打的非常的猛烈 非常的勇猛的 抓住任何一个得分的机会 直接呢 敢于突破上篮得分的 另外呢 还有三名外援呢 对于上海队来说 也是本个赛季 争夺总冠军的重要筹码 包括了富朗克林 大家都非常了解了 富朗克林 再加上了现在的冯来 另外呢 还加上了 弗雷戴特 那么三名大外援呢 无论说任何一名外援呢 去到任何一支球队呢 都是可以独挡一面的 所以说呢 三外援的超强主力 外加上了三名本土球员 上海队呢 本个赛季呢 是具备争夺冠军的这个阵容的 那么李春江主教练呢 很可能会成为 新赛季当中啊 成功的突破成为 成功的冲击四杯 总冠军的一支 黑马战队 那么大家是否支持和认可 上海队在李春江的率领之下 能够呢 咸鱼方身 并且完成突破 争夺四杯 拿到总冠军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呢 就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分析探考 下期